美國不斷的極限施壓 中國大陸還有俄羅斯等等的 但是反而讓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打成超級背靠背 而且習近平主席最新的消息來了 亮哥其實在他的直播特別提到說什麼 如果說中俄 還有呢包括中國大陸跟法國 歐洲這些國家全部都搞定的話 美國會怎樣頭皮發麻嗎 為什麼會這樣啊 來看到中國大陸外交部宣布了 應法國總統馬克宏塞爾維亞總統 還有匈牙利的總統以及總理的邀請呢 習主席確定了 5月5號到10號對這三個國家進行訪問 另外更別說中法也說要加強 什麼AI合作領域等等的 然後更別說也可能會商定 空巴的訂單等等的 亮哥你怎麼看 中國大陸搞定了歐洲 還有呢這個俄國 俄國應該是在之後 它每一個國家都有特定的目標設定 因為它先去塞爾維亞嘛 那塞爾維亞就是原來的南斯拉夫 所以會去看當年被炸的 中國大使館的遺址啦 那會去那邊做悼念 那大概也會講一些話啦 就是美國主導的北約違反國際法等等 那匈牙利他會宣布要在那邊設一個電動車的 零組件的工廠 所以這等於就是匈牙利 除了這個林德時代的電池之外 那現在又加上這一個 大概就會逐漸變成歐洲生產中國電動車的重鎮啦 對 攤頭飽啦 我覺得有這樣的一個布局啦 那法國就不用講了 法國當然我認為習近平會帶大禮包去啦 那因為中法 法國是武昌嘛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希望 這個法國能夠發揮獨立自主的外交 在歐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對 事實上坦白講啦 這個 事實上最近我也看到環球時報登了戴高樂的故事 那三代到戴高樂都跟中國維持很好的關係 那很有意涵喔 對對對 那他有一個親戚 好像叫戴高樂總統叫俗傅啦 他是一個攝影師 那他就迷念上了中國這樣 事實上中國大陸真的是跟戴高樂關係蠻不錯的 那事實上也是在戴高樂任內承認了中國嘛 對對對 所以對馬克宏是很有期待啦 因為馬克宏的偶像也是戴高樂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第一個就是站在 希望歐洲獨立自主的這個外交角色上 所以重視法國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坦白講中法貿易還有很大的空間 因為我們知道連俄羅斯都2400億囉 德國也是2000億囉 那法國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大概只有800億左右 對 800億左右 1000億都沒到 所以我估計中國大陸應該會有 要到法國投資的這個產業啦 我現在聽到的是太陽能 就是法國希望中國去這個法國投資太陽能 因為法國長期都是發展核能嘛 那事實上它太陽能也有相當的空間啦 那聽說雙方還會談到 南太平洋的島嶼的軍事合作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知道法國有些屬地 島嶼就是在那邊 對 那大陸願意去那邊蓋基建 那當然也希望能夠蓋這個港口啦 對 事實上坦白講啊 南太平洋 法國真的是中國可以抓的籌碼 因為其他大概都是美國屬地居多嘛 對啊 馬紹爾 然後法國屬地也不少 很多 那我認為法國會有不同的戰略思考 嗯 事實上上次中法簽那個 因為我記得中法簽了一大堆 對 我們其中就列了那一個 對對對 那我認為這次會有進展 OK 會有進展 是 到時候我們再來注意啦 那 反正兩國紀念本來就是文化旅遊年嘛 對啊 對啊 所以我估計 中國大陸應該會帶禮包去啦 好不好對 空八也會有新的訂單也有可能 是啊 因為現在這個波音啊問題一堆 那現在呢 空八一般就是好用啊 那更別說 大家有戰略的意涵 再加上地緣政治亮哥說 南太平洋 中國大陸可以著力的地方 法國也很重要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看歐洲啊 這些大國都呢 悄悄的跟中國大陸已經有一些往來 那俄羅斯更不用講了 俄羅斯來看到 接著呢因為普丁總統5月7號的時候就任嘛 他說我今年就要訪問 而且是5月的時候 他連禮物都準備好了 所以亮哥就說中法 還有包括了中德 中義 然後中西 中和這些 再加上了這個 意大利 馬龍尼應該是7月要去中國 對啊 歐洲搞定了 然後俄羅斯也搞定 俄羅斯更不用說 為什麼讓美國投幣發碼 因為美國一直認為他可以搞定歐洲嘛 事實上坦白講啦 這個我覺得是要經過一個過程這也合理啦 比如說我今天也看到耿爽在聯合國 要求再審北溪被炸 哇 那又直接 這個就有點有點刻意啦 就是說你這個到菲律賓搞中島 那你是什麼意思嘛 所以他也認為北溪這個案子 聯合國遲遲不敢調查 沒有道理 對的 那這個坦白講就是在幫德國出一口氣嘛 我是認為歐洲國家也是跟 跟美國交往的這個過程當中啦 發現美國這個國家實在是太自私了啦 你把人家人員炸了 造成人家人員通膨 然後德國就陷入了出口的危機 然後大家就開始不得不買你的天然氣 然後你的天然氣又比人家貴 那烏克蘭戰爭大家當然知道嘛 造成歐洲的資金外流都跑到美國去 然後也造成大家都必須跟你買軍火 那這個過程法國最有感 因為法國的軍備就是美國的競爭者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很有感啦 那這個就要經過一個過程嘛 那再包括美國一路要這個歐洲各國 要跟進美國的制裁嘛 那結果大家都虧以屁股啊 包括華為嘛 是啊比如說英國 英國支持的制裁 那26億英鎊就沒了 那法國也 德國都遭到一定的壓力 那他們當然是沒有就範啦 可是就是說沒有完全就範啦 那他們我覺得逐漸在裡面誤出一些道理啦 因為畢竟歐洲國家也不是省油的燈啦 人家是老牌帝國主義耶 人家歷史淵源 是啊 地域比你美國久了耶 所以是沒有你強啦 可是我們也不願意讓你這樣擺步啊 是的 所以我是認為逐漸的有一些自主心的出來了 對啦 那你看美國今晚跟歐洲是很大的盟友 但是呢美國是怎樣呢 為了自己的利益 可能會讓自己的盟友都受害 比如說你貿暴力升值你的美元嘛 然後呢讓很多呢全世界的貶值 這都是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另外再來看到亮哥他也特別提醒了說 中國大陸現在跟美國真的 在國際的輿論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哈馬斯跟法塔赫呢 26號在北京會面了 結束呢這個內部的分裂 阿拉伯新聞報說的 亮哥特別提醒說 這才是大國該有的樣子 大國的底氣才是這樣子 大國的作為才是這樣子 然後汪文斌他沒有否認 他說我們希望內部和解 加強團結 路透社就說 這就是中國大陸拓展中東的影響力 然後呢最近啊 路透社也公佈說到底誰去呢 包括巴勒斯坦的這個議員真的有去 然後哈馬斯的高官也去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 不因為你如果真的要 尋求家沙問題的解決啊 那就是 戰爭結束之後請問要如何治理 對啊 誰代表巴勒斯坦 你以色列不可能軍事佔領嗎 這違反國際法嘛 那美國也知道這問題 那美國當然就是要這個 巴勒斯坦知識政府 就約當河西岸 他控出 控出總理的位置 哦哦 對 那又派一個比較親美的總理 阿巴斯 然後到時候 就是要去接管加沙罵 這是美國的立場 美國想要這樣 可是哈馬斯不接受嘛 對啊 哈馬斯就認為說 這個地方當初你是被我趕走的啊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啊 就是法塔赫 就是被哈馬斯趕走 是啊 他們其實是有一些恩怨的 是啊 有一些恩怨 然後當初 你鬥爭鬥輸了 所以你管那邊我管這邊嘛 對啊 那你現在搞了一個親美的總理 要來接管 他不可能接受嘛 那不可能接受 然後他自然而然就會說 我們應該組聯合政府嘛 那誰來當這個中介者嘛 那結果大家就找到了中國啊 一定是這樣啦 這個因為他們當然會看到前面 這個伊朗跟沙特的協調是誰介入 而且事實上就在北京談啊 所以模式完全一樣 然後最後你又看到是中沙伊 然後再來伊朗跟巴基斯坦也和解了 然後接下來就看到第三波是這一個 不過因為這種談法才會有約束力啦 不然哈馬斯幹嘛甩你法塔赫啊 因為他互相不信任 不過哈馬斯本來就是游擊隊嘛 所以他隨時就可以翻臉啦 那如果有中國在這裡做協調 他至少要看人家的面子 哈馬斯也不敢亂來啦 對啊 所以法塔赫 對法塔赫來講等於是有個保證啦 所以我說這個才是真正在解決問題嘛 才是大國嘛 不然加沙戰後請問政府怎麼建立 你美國都不處理這種事 就是一廂情願認為可以找一個親美的總理來 就可以鎮壓哈馬斯啊 怎麼可能啊 你這不是太天真了吧 我說這個就是美國人自以為是嘛 我跟妳講到時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不敢過來啊 你如果沒有搞定誰敢過來啊 搞不好你生死被暗殺對不對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 這個才是真正在解決問題啦 對 其實中國大陸在這個局勢當中 他不願意看到中東這麼亂 不願意看到巴勒斯坦人這麼的可憐 所以希望T呢 兩邊都有敵對沒錯 但是我來做東 我提供場地給你 這才是大國該做的樣子 但美國會不會怎麼樣呢 是根本也希望你們兩邊就越亂越好啊 然後呢分而置之啊 我們就是要找一個親美的政權啊 那這樣子就會讓以色列慢慢的蠶食進推 整個加薩地帶嘛 這也是也許他們的一個目的 好 另外再來看到說了 加薩這個局勢呢 美國又出手了 布林肯又要訪沙特 我知道亮哥不斷提醒 布林肯好愛開會啦 然後你又要去中東 真的有多大的幫助吧 這可能是拜登叫他去的 對啊 因為他每次都失敗啊 他已經第七次了 這次會成功嗎 不會成功 你看亮哥馬上就說不會成功 不會成功 但你還是要去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呢 這個以色列時報也說 美以正在做最後努力 阻止國際形勢法院 向納坦雅胡發出逮捕令 美國還在挺以色列嗎 這根本不重要 他只要不離開以色列誰抓他 對啊 而且他很強硬嘛 那其他國家你敢去啊 對 你去任何國家搞不好都被暗殺啊 是 所以我才不相信納坦雅胡敢去別的國家 OK 那你不去別的國家哪有事啊 對 但是美國現在還是要幫以色列 這樣凸顯得出來 另外蓋洛普民調就說 拜登下陣有點慘了 你看深陷以哈的戰爭當中 還有俄烏的局勢 還有經濟有搞不好 蓋洛普民調說拜登成為70年來 最不受歡迎的美國總統上任後 你看平均值只有38.7的滿意度 這個幾乎注定要落選了 什麼意思 美國的總統如果滿意度低於45 歷史上幾乎沒有連任 沒有連任 美國因為兩黨本來差距就很小 對 對 而且搖擺州就是差距不大的州嘛 所以你在45以下 你搖擺州大概都會輸了啦 更不要講是這種數字了 38.7 那就是你搖擺州全輸嘛 所以你大概可以不用選 對 那搖擺州為什麼會這麼殘呢 其實我們也不斷提醒說 搖擺州都是很關鍵的 因為藍拿跟這個洪 都是敬畏分明嘛 但搖擺州它是很重要 所以呢 那為什麼搖擺州會有變呢 我跟你講最近有個民調 那個更有指標性 就是拜登年輕人 就20到29歲的民調 只贏川普3個% 這很重要 因為以前是贏20% 是啊 那你還要選個屁啊 等於倒數了 你怎麼選啊 年輕人搞成這樣 你怎麼選啊對不對 那為什麼年輕人不喜歡拜登呢 第一個來看到 經濟可能真的也不好 第二個是呢 在巴勒斯坦這件事情 你真的太親以色列 這真的讓年輕人也非常的不爽 尤其是最近呢 校園的這個學運 心火燎原 現在呢 美國校園挺巴勒斯坦人的示威 已經美國警察逮捕700人了 然後呢 還呢 用電擊槍去逮捕師生等等 結果美國的議員桑德斯 他非常重磅 他說 他說我們這些不是反猶太主義 大多數美國人厭惡 納坦雅胡在加薩的行為 我真的是這樣 因為納坦雅胡這個人 真的非常壞 就是美國學員出來示威 然後叫人家立刻就說 這些人就是納粹 他就是扣他帽子 對 就是說這些人跟當年的 那個反猶的納粹 根本就是一樣的 然後拜登也是很可惡 拜登就出來說 美國不會支持反猶的言論或活動 你直接扣說那些學生都是反猶者 然後他就是政客言論嘛 他就說我沒有說你啊 他就故意這樣講嘛 好油條 這個就在影射嘛 這個布林山德就直接出來 直接罵納坦雅胡 他是猶太裔的重磅人物 是 剛剛剛剛講的那個 坦白說啦 類似的猶太裔的知識分子滿多的啦 他就出來講說 我們反對的是以色列在加薩的暴行 不是反猶太 對 所以坦白講我看現場 學生的活動 反猶太只有極少數的穆斯林 極少數 那根本就不是主要訴求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瞎搞 就是這個統治當局故意抹黑你 所以你就是反猶太 激進派等等 那事實上並不是嘛 可是我跟你講這種學運就是這樣 就是你一代以色列在這個禮拜 真的打進去拉法 然後造成另外一波的人間煉獄 我跟你講學運真的會失控 真的會失控 因為現在看到法國還有澳洲 都已經有這些學運了 所以亮哥就不斷提醒說 美國現在常常控別人帽子 什麼產能過剩 但是他禮拜天的時候 就我們在節目當中他就說 美國有三個才是產能過剩 說謊雙標跟找麻煩 那你看到很多的國際新聞 都看到這些樣子 譬如說你常常找麻煩 說中國大陸怎樣 說什麼中國大陸 布林肯說要停止支援 俄羅斯工業 不然國防工業 不然我們就要採取行動 還說我們已經對上百個 中國大陸實體實施制裁了 難道你要把中國大陸 踢出swift嗎 然後呢 葉倫也說 哎呀 產能過剩啦 要對中國大陸應對啦 要提出swift嗎 可能嗎 我覺得不可能 而且事實上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貿易 95%是人民幣 對啊 那是美元 不是美元 對啊 那人民幣交易 很多都是地區銀行在處理啦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關這個 是不是有很多的公司 跟俄羅斯民間公司 做居民兩用的貿易 然後轉為軍用 這個事實上 中國大陸有去查 結果發現 百分之六十是從歐洲過去的 歐洲過去 那怎麼扯到中國大陸 就是經過中亞 中亞事實上 你也知道他跟俄羅斯關係不太好 那這裡面聽說 最大的就是格魯吉亞 就是喬治亞 喬治亞 喬治亞事實上 目前跟美國走得很近 所以等於就是說 他裡面的生意人就是 跟西方做貿易嘛 然後轉手在賣給俄羅斯 對 事實上 還有另外一個 也是中亞的國家啦 事實上 汪文斌那天 因為有記者問他 然後他就說 西方在那邊講說 什麼百分之九十的零組件 都是中國提供 他說據他們去查 大概有百分之六十 是從西方過去的 那你在那邊過程 就是美國你自己連 你自己都不做調查 連數據都沒掌握 就在那邊瞎掰嘛 就這樣 對 所以亮哥才會說 說謊雙標找麻煩 誰是喘能過勝 我覺得他就是不認真啦 然後他確實擔心這件事 因為他擔心 像我今天又看到一個最新的狀況 烏克蘭在三個 三個村吧 整個撤退 兩個呂全軍覆沒 兩個呂 這最新的新聞 那其中有一個呂是 直接崩潰 事實上 那因為我剛好跟那個 呂禮師艦長在一起 他就說 作戰 當全線崩潰這種現象開始出現 就表示世紀開始瓦解 那這個有傳染性的 對 那他認為啦 我覺得他那觀點滿有意思的 他說因為 烏克蘭國會取消掉了 那個36個月可以退休 這個法律嘛 那你去想一想 你如果是烏克蘭的軍人 我投降 那可能俄羅斯就變成戰俘嘛 因為你是符合法律的戰俘 我可能戰俘 關個幾個月 搞不好 烏克蘭就投降了 我就回去了 是 我就不會有生死的問題 我知道我會活得下來啊 你不是一直打到死 我可以把他打打打 打到死 對 所以當這種思想開始蔓延的時候 我跟你講這個滿可怕的 因為當年國共內戰 實際上國民黨真正打真的就是 長江以北的三大戰役 那個是真的是認真在打 長江以南 我跟你講一年就掛了 對 就是兵敗如山島 那很多人就直接投降共產黨 對 我覺得現在就有點像這樣 是 就是他沒有士氣了 然後他可能看到 以前就是看到 兵看到國民黨的軍官在貪污 就是這樣 那他就講說 我幹嘛幫你打仗 對啊 是 他可能也會看到 烏克蘭的一些軍官 在幹嘛 勾結 幹嘛 所以我認為 這個就是美國擔心的 他擔心烏克蘭撐不到大選 大選就是11月 而且今天還有一個新聞出來 Politico 美國的那個網路媒體 他說強森為什麼會改變意見 決定給烏克蘭錢 對 他怎麼說 他報導這個內幕 他說哲倫斯基去年12月 建了強森 跟強森說 你們再不給我們的錢 我們4月就掛了 天啊 很快 4月就掛了 4月不是這個月 是去年12月獎 結果你看美國糾纏了半天 終於在4月中撥了這個錢 對 你確定他能夠再打4個月嗎 很難 亮哥說 兩個月可能都有困難 這個就是士氣的問題 而且12月狀況比現在好很多 現在不行 整人士氣都跟Johnson這樣講 所以你去想一想 你到4月中才給人家這個錢 而且我覺得我剛剛碰到一些專家 他們講的也滿有道理 他說確定這些軍員都運得進去嗎 對 這也是問題 對不對 因為我昨天就看到俄羅斯在炸那個 從波蘭送進來的軍備 對 軍備也被炸 他直接去炸 直接去炸 所以你這個軍員 雖然美國放手 現在要開始運到烏克蘭 可是很多是陸運 那你以為俄羅斯是吃素的嗎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充滿了變數 所以你看俄羅斯的這件事情 你會發現說 美國沒招了 就只會抹黑中國大陸 但是亮哥說攤開數字 並不是美國說的 然後烏克蘭的士氣在潰散 這會蔓延 然後挺巴的血液也會蔓延 這兩件事情都對拜登非常不利 難怪他民調始終起不來 我們說中美的科技戰 中文大陸被你圍堵 但是卻沒有被打倒 尤其很多領域是彎道或換道超車 現在來看到馬斯克 他最近被說離開北京了 因為他好快閃來到這邊 他到了北京的時候 就說很高興看到電路車在中國大陸取得進展 還說我是中國的超級粉絲 然後跟李強互動的時候 李強當然有說 特斯拉在中國發展 真的是中美經貿合作的成功範例 馬斯克是我老朋友 據說他已經離開中國大陸 停留不到24小時 但是印度這邊有點酸 因為印度他被擺了一道 沒有去印度訪問 然後卻訪問了中國大陸 然後就開始說 馬斯克宣布延後訪應之後 數日後隨即訪華 這玻璃心碎了 我們先來聽聽看 馬斯克是怎麼說的好嗎 對,好難以觀看 車廣東晨開車 中國大陸取得進展 我認為最好會在中國的空間 我們有很多新支持 我們有很多藝人 從中國 也經過 他們問我 你如果有個小時 我不是說真的 沒有 但我只是… 我認為 我最大小在中國 所以有很多藝人 但是我也是 我最大小在中國 我也是最大小在中國 好 亮哥你怎麼看 剛才亮哥跟我在聊天的時候說 李昌英文不錯 焦點不是馬斯克 因為我知道亮哥 他曾經預言說 馬斯克沒救了啦 然後又說Apple跟Tesla 都是領先者的歹度 那你覺得他這次來救有效嗎 這次來了他的真正的目的 事實上是自動駕駛的數據 他想要參與那個計畫 回傳美國 那他希望中國給他特許 讓他可以回傳美國 也就是說 他要把那個數據的研究中心 設在美國啦 讓他在各地的數據 都可以回傳這樣 不過這個事情 我覺得中國大陸 即使要給他特許 一定也是檢查過的數據啦 不可能讓你 圓圓板板就傳回去了 因為你要知道電動車 有多可怕 對 那數據太多了 因為我有朋友在開電動車 有特斯啦 特斯啦 他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跟你講 他人不在車上 他照樣在錄影錄音 那就變間諜啦 那你可以設定 比如說他在停車場 因為我朋友就真的這樣幹 然後前後有人在你的車邊講話 都收到啊 包括聲音跟影像 哇 所以他就知道誰 誰有來這個這棟大樓啊 對 他就會知道 他就是要查啊 他不知道在查什麼我就不講啦 OK 反正他就是用他的車 用車子變成這樣子 變成監視器 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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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路上 一樣啊 對啊 你也在錄啊 而且你也錄街景啊 是 那你也會錄到 我經過某個地方就知道 誰路過這裡 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 有些地方的政府機關 不准特斯拉路過嘛 中國大陸在開那個會議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真的會說 不 因為你等於是實拍耶 你全部錄下來耶 知道誰在進出啊 你回去慢個放你就知道了 是啊 所以你去想一想 這種東西就是機密啊 就跟那個滴滴搭車一樣啊 為什麼後來不准他去美國上市 對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 我認為我難以想像 中國政府會同意啦 所以了不起就是經過 審查過濾的資訊啦 可是這個很累啦 誰還幫你去看這個 幾萬筆的資料 每天 每天耶 拜託好不好 所以我坦白講就是 它本身就是一個錄音機 錄影機 然後是 你知道現在的那個 儲存的那個 隨時可以儲存 可以儲存到很大的 還有雲端 對啊 還可以後送雲端 對啊 那不一天到晚在那邊偷路 是啊 對不對 所以 它事實上就有點類似那個 谷歌的 那個 谷歌以前在建立谷歌地圖的時候 不是在台灣到處都在 都在跑來跑去 還是機密 就有點類似這樣 對啊 所以特斯拉來這邊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有一些消息對特斯拉是不錯的 第一個 它來看到它符合了 中國大陸的要求 成為符合中國大陸 對於外資企業的一些要求 這是中氣寫說的 包括汽車資料處理有四項的要求 都有通過 包括車外人臉資訊匿名 預設不收集 座倉的資料 座倉的資料 車內處理 以及處理個人資訊的告知等等 這四項都有 事實上這四項就意味著 它事實上都可以收集 對啊 不是嗎 它這些都可以收集 對不對 座倉內所有的人都會錄影 錄影 就是這樣 那它通過了 然後呢 當然它也要做的是自動駕駛 在這件事情 然後呢 也是它 沒有 它就是希望 來參與這個計畫 是 是啊 我認為一定是有人通知它 它來特別 來一天多就跑了 對 還不到一天 就是說你趕快來報名 一定是有朋友告訴它 可是 它參加這個東西 它就卡在 數據可以回傳 數據回傳的這一塊 你符合了標準 但是亮哥提到重點了 數據能不能回傳呢 目前看起來 中國大陸還沒有說可以 那應該也是不太可能 尤其是現在 那馬斯克這次訪華的時候 路透社就說 其實它真的是要追求的是 完全自動駕駛這個系統 在中國大陸能夠落地 然後呢 也說這是一個一次令人意外的訪問 那另外它有一個重磅消息說 我們的Model 2 它在推出一個東西叫 Robot Taxi 對 自動駕駛 等於是無人自動駕駛的計程車 對 那那個一定會牽涉到數據回傳的問題 對啊 對 所以這都是很敏感的 難怪它一定要跑這一套 那它也有一個消息 對市場是有些激勵的 Model 2 說2025你要正式推向市場 那叫做Redwood 那大概售價說18.2萬人幣 終於比較便宜了 然後呢 它最近的車款Model 3 是賣24萬5000 是跟小米蘇奇差不多 所以24.5跟這個真的差很大 差很大 它終於給了一個比較平價的車 那你覺得亮哥它這樣子做有辦法嗎 因為它現在被說 第一個 它的財報也不太好 它的毛利率16.4 然後低於市場預期17.6 然後呢 它的庫存也說大增了一倍的時間 今年真的放緩 Model 2來了 但是呢 這個真的能夠有多大的一個效果呢 真的一開始有對它有激勵 但是也被說利空出境了 還有包括自動駕 自動計程車 自家計程車 買這個晶片等等的 亮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它這個車恐怕 在中國要競爭也是有限 你說連這麼便宜18.2萬多 因為中國跟它一類似的車太多了 可能到其他國家去競爭吧 因為這個是這樣 因為它這個如果是made in China 那它就沒有關稅貨物稅的問題 比如說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汽車稅是很 這個稅是很高的 是 我們台灣汽車進來 光是貨物稅就40% 然後關稅17% 所以加起來就57% 所以為什麼特斯拉在台灣這麼貴 超貴 比如說特斯拉據我了解 在台灣最低價大概也要150萬到170萬之間 那你中國道路24萬5就有了 不到100萬 為什麼 因為它在中國製造 它在中國製造 所以你以這個18.2萬 我估計應該是在中國製造 對不然不可能那麼便宜 所以你到其他國家看看吧 因為中國大陸 我現在是還不知道它的Model 2 有沒有什麼偉大的功能 我現在是不知道 不然如果只是既有的Model 然後有一些地方把它弄便宜一點這樣 坦白講是沒什麼吸引力 對啊 因為中國大陸性價比比你好的車太多了 包括比亞迪等等 因為這一次你看 其實特斯拉是沒有參加北京車展的 因為你要拿什麼去參展呢 英國的泰晤世報就說 如果車界有奧運會 就在中國大陸的北京車展 總共有117款的全球首發新車 四分之三來自中國大陸 然後大家都說 對於油汽車真的沒有興趣了 然後大家都來看什麼 靈德時代的電池 神行Plus 1000公里的新電池續航 10分鐘就可以衝600公里 仰望U71300匹馬力 0到100的速度只要2.9秒 然後急速是270公里 還有華為跟北京汽車 也有響借S9 另外把這張圖放大你會看到 說中國大陸的車性價比 比如說亮哥給我這個數字 4月8號到14號 50萬以上的豪車銷售地點是問借M9 然後去他的車企的實力排行 你看比亞迪第一名 理想華為生態上汽這些 哪來沒有特斯拉 這個當然沒有 這個 特斯拉就是賣來賣去 都是那幾個型 Model 3 Model Y 這是那幾個不是嗎 所以北京車展他沒有來 我看是自殘行賄吧 自殘啊 不是啊你來 人家就覺得你怎麼還是這麼 老樣子 那你不是很丟臉嗎 那現場在炫技的有多少車牌 超多 對不對 那你不是一下被人家比死了 那乾脆 那乾脆 藏著啊 這位藏著 你就不知道我好不好 對不對 OK OK 價格又貴 那又沒有什麼偉大的技術 所以 所以我對他在中國真的是相當不樂觀 對 那特斯拉還面對美國另外一個 我還看到另外一個調查 就是美國人現在對電動車沒有興趣的 對 高達55% 那很大的傷 你有沒有發現跟中國剛好倒過來 中國不太喜歡油車 中國已經到了就是電動裝非常方便 對 那電池林德時代有沒有 續航力1000公里 LBRD 都很厲害 這個就是相對於你在美國 搞不好 你一開始的續航力只有600 我的標配都800了 所以你去想嘛 我開油車開罐的人 我幹嘛去買電動車 對 然後油電動裝又不多 又麻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而且美國有一些州 根本就油便宜的鑰匙 是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才是他的危機 因為他本來就是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公司 結果他搞不好 不容易在美國找到新的消費者 這個是他的問題 所以亮哥才會預言說 他覺得特斯拉沒救了 就算你這次來靠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比你厲害的車可多了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解控